我姐妹前两天出来点意外 孩子没保住了 今天喊着建哥去看看他 他拿点啥 拿点鸡蛋 拿点营养品 拿点水果是吗 不是 咱在有个习俗 就是小惨的 不让拿鸡蛋看 有这个说法啊 不挑挑 他吃啥时候又挂了 这车哪的时候蹭的吧 快走吧 走 他可能是前段时间忙 再加上压力大 累的是吧 对 走啊干嘛呢 我收一下小惨之后吃啥好 嗯 买个榴莲吧 我看了榴莲对身体也好 哎 拿这个 拿这个 最大的 你不要扎手 扎手 下面的 收个家的 不对 去找就走窗门了 车在那边呢 上高速 走 抓紧去 哎 轮胎让你冲劲儿冲了吗 冲了 前轮255 后轮204 也行 也行 你闻一下味儿的吗 榴莲味儿 我咱个吃蜜蜂不好 这榴莲在后备箱 这味儿都窜到前面来了 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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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 哎呦 我的天哪 他怎么出来了 哎呦 我说小兰 好久不见见了 你不在床上躺着 你下来干啥 没事了 没事了 还拿东西怎么 你还拿东西怎么 哈哈哈哈 恶交补补 我这几天一直都在补 我婆婆给我寄了恶交 我妈又给我寄了汤料 这是什么 手帐啊 乌卡啊 什么的 让他自己玩 他开心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都不管他 他自己到我家玩 随便走 他吃多好 还得喊着我们吃吃饭 你这身体还没好呢 没事 我穿长袭长裤了 走吧 一起吃饭去 今天这是广东菜 我还是第一次吃 这是什么 这是广东肠子 你尝一尝 种族人也是第一次吃啊 这不是咱们要的凉皮吗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啥菜 烧辣拼盘 把这个香肠看着就好吃 蘸酱 尝尝 甜的 啥 这是什么 烧鹅 烧鹅皮 看这个皮多厚 哎呀 都是油 给你皮哦 这是什么汤 酥肚鸡汤 尝尝尝尝 刚盛出来你也烫死我 哈哈哈哈 人家这个人行 不光脸皮厚 只皮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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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吗 不焦味 烫嘴味 都说广东的菜精致少 吃了两块儿鹅就把我塞饱了 现在你嚼啥呢 嚼得这么带劲 这个菜怎么咬不动 小兰说的是嚼得玩的 是毛根 到了我们要走了 我再盯着他两句 你就多注意身体好好养着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别太累了 没事就睡着 放平心态 我再祖父母闷个两句 多给媳妇吃点好的 行 别让他减肥了 行 别减了 没事回娘咱再拒绝 车路了就去 你咱俩俩拿 要不咱去走吧 行 我爹就麻烦你了 行 好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观看 拜拜